在去年的南俗中甲联赛中 辽宁沙阳城市队最后时刻完成保级任务 为了能够让球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俱乐部高层将球队的人员进行了大面积轮换 教练组也进行了重建 尽管去年联赛完成了保级任务 但这样的成绩显然无法令人满意 考虑到原来队伍的人员配置高龄化 俱乐部经过慎重商议 决定完成球队人员重组 这次重组可谓是大刀阔斧 球队一口气引进29名球员 原有球员只留下了队长杨健和刘军 肯定是首先第一点是团结 然后凝聚力 先把这两点做好之后 我们才能谈就是比赛接下来的事 除了球员的变化之外 教练组也进行了重建 原来的主帅于明以及教练组成员 现在已经全部离队 率印由赵发庆接掌 尽管赵发庆有着丰富的指教经验 但面对一支全新的队伍 这位曾经撩足的后防大闸 也感到压力巨大 由于特殊原因 辽宁沈阳城市队近几个月来 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 球员无论在体能还是技战术方面 都与赵发庆的要求有着不小的差距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赛季 他们只能迎难而上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磨合 尽管以现在辽宁沈阳城市队的状况来看 面对中甲强队还略显稚嫩 但是这一批年轻的队员充满朝气 而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寻找29位球员 完成一支球队的重建工作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监局任务 作为俱乐部的新任总经理 金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去年底就开始找手做换鞋准备 因为这个成建它有完整的体队 它有六级体队 这个体队毕竟进行接班拍序 不能就是总的我们家都是应急的办法 来对待一个赛机 就是睡觉睡觉 找一伙人来踢一个赛机就结束了 这个对我们长远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应急的反应 所以我们基本就是要做一个长远规划 从球队的长远发展考虑 现在的辽宁沈阳城市队 已经喊出了年轻人打听下的口号 球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 最小的球员只有16岁 其中有多位球员入选国 国少和国清 可谓潜力巨大 更为可贵的是 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 拥有完整的六级梯队建设 这才是这支队伍可以良性发展的基础 我们现在是六级梯队非常完整 在中路足球圈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皮包俱乐部 我们是真正要搞直接做足球俱乐部 所以我们建设比较从04到13都有完整的梯队 甚至每一年都有完整的梯队 那么这些人必须要接班 要培养它没有意义 它一个是给我们自身的造学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也向全国输出人才 未雨绸缪放眼未来 对于辽宁沈阳城市队来说 尽管在新赛季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我们相信这样一支敢于做出改变的队伍 也会给辽审足球带来无限的希望和遐想 对于辽宁沈阳城市队来说